保险从业员透过车祸调解课程的培训 增进自己对于车祸法规的认识 并且增强协调能力 为顾客寻找到最有利的权益 工商繁忙的现代社会 车祸发生率越来越高 保险从业员透过交通事故 争议调解课程的培训 增进自身对车祸法规的认识 并增强协调能力 为顾客寻求最有利的权益 本心底穷是保险业 因为很多接受到客户的这样的一个疑虑 当然我们就是跟客户的互动比较多 他一有什么要服务他都会问我们 但是有关于车祸调解这个问题的话 都困扰着我们很久 我们真的不知道到底 我们应该拿到了一些证据 有效的证据跟理赔这个理算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算 所以才来上这个课程 那上完之后我觉得说 其实就还蛮清楚的知道说 要用什么样的方法 但是又不会伤到大家的和气 又可以举证 然后要保险公司该谁负责任的 就谁负责任 就很清楚 大家都不会有吵架 纷争很多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上这个课是非常好的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有用处的 而且对社会当然是贡献很大 因为少了这样的话 其实法院也不会那么多人会去法院的 只要透过可能私底下的一些调解的程序 就可以不用上这调解委员会 或许就不用到法院了 这是很好的课程 潘游证然表示 上过交通事故争议调解课程后 遇到客户车祸的事件 能够运用课程所教授的协调方法 以和为贵 让客户先寻求和解的可能性 减少纷争的产生 并降低社会成本 十方新闻 黄慧如肖瑞丰 高雄采访报道